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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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Ken YT中1万订阅啦 這部影片就是要回覆大家1万订阅的提問喔 一開始的時候 比較沒有把職業當成一個目標 就是可能在 玩遊戲上面你來講是比較厲害一點 因為一開始我是在玩樂團 然後到了比較後面的時候 就是樂團開始沒有 想像中這麼美好的時候 就決定說那就嘗試一下這一塊 機緣巧合那時候的 Overwatch是剛上市的然後非常火熱 所以就順利的進入這個職業圈 那來到了現在的特戰也好 其實我覺得這整段就比較 是我沒有想到的啦 我會認為如果 要讓家人比較 幸福一點的話 可能要拿出一些成績 或者是獎金的部分也好 就是要讓他們安心說 這個產業其實是 你可以去有辦法賺到錢的 又或者是說有辦法 加入職業隊然後領一份 正值的薪水我覺得是 最容易說服家人的一個方式 所以想辦法大家還是要 把自己的名次給打出來 然後去證明自己有辦法拿這個東西 去說服大家 教學的部分 其實以前有在做 只是後面沒有做的原因 可能我自己會認為 投資成本沒有到這麼好 但當然了我發現最近其實 大家漸漸的有在開始 就是去了解特戰銀行 是怎麼去運作的 因為可能大家一開始會比較 習慣在看比賽裡面是偏向 哪一個人好秀 其他很棒之類的 但往往這些細節 可能大家是沒有注意到的 所以我覺得往後的題材 可能也會去做一些 不管是可能我最最新想要做一些 奪子彈的教學之類的 我覺得讓大家去更看得懂 現在特戰銀行的比賽 我自己比較安全一點 我自己比較安全一點 就是我還是喜歡吃一些 原本的套餐 就是像雙城牛肉吉士寶 賣水漆之類的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那個兩套餐之類的 就是沒有太多的什麼 會點最近的龍蝦寶之類的 就還是會 習慣比較經典一點的 我的話可能還好一點是 因為我打職業可能也打了大概五六年吧 所以其實我在開實況跟打職業這部分 已經可以畫得很開了 所以不太會因為 我從職業跳到開始做實況的時候 我會有比較不太適應的東西 也有可能就是因為我在對上裡面 本來就比較偏向是指揮 所以畫比較多 然後也會比較跟大家願意去聊天 所以這一部分我就覺得比較 有點無痛轉移啦 所以沒有太大的一個心態上的打擊 除非真的要說心態上打擊 可能就會是 有時候還是會羨慕在比賽場上的選手 因為那時候有去 東京大肆賽 然後冠軍賽的比賽看的過程中 我會覺得說 好想再一次登上這種舞台 這種想法啦 但剩下的話就也都還好了 這一部分算是大家會蠻常去討論的 但我自己會認為 最快的進步方式還是 對自己的檢討方式是怎麼樣去做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很多 在實況上面也好 或者是YouTube上面也好 就是有蠻多人去講解比賽啊 或者是說一些對戰裡面的觀念 但我覺得這東西就是可以去讓你多多吸收的一些知識 但不會是你最快進步的方法 最快進步方法 我還是認為你可能是在一個對局裡面 把自己的DOD給錄下來 然後去覆盤說可能哪一部分沒有做好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你在每一次的死亡的時候 倒下去的時候是為什麼 就可能不會是死的時候是要怪隊友 反而會偏向是 打下去之後 這一部分 你的對槍是沒有瞄到 還是說沒有集聽好 之類的就是我覺得這部分 是可以讓你修正最快的方式 那打死鬥或者是 因為NLAB這一類的這兩個東西 其實就有辦法是多多少少去練習一下 然後剩下的還是要來靠是自我檢討的方式 去幫助你自己去學習 換言之來說的話就比較偏向的會是 你可能要打一半的時間在特戰也好 但相對的你要有一半的時間在學習 如何把這一部分給修正好 如果你一直在Rank上面瘋狂的一直按一直按 然後按到睡覺為止的話 其實這個進步的幅度我認為會偏慢一點啦 所以如果你有辦法去錄自己的畫面的時候 應該會有辦法進步的很快啊 很重嗎?其實當下是可能因為 腎上腺素也起來 然後也很開心 所以沒有感受到很重 不過如果大家有去回看這個POD的話 我是差一點沒有抱住他 因為他第一時間挑戰我是嚇一跳的 還好最後有結束 不然差一點我們就少了一位老將 三架之內沒有空檔 每個人都收掉一個 我們這邊恭喜2026 特戰銀豪重冠軍 就是金色狂風4.0R聲 直接跳到了Ken的身上 這一次終於可以大聲喊出來 我們是冠軍 這就回到剛剛的前面那一點就是 我自己會吃的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我也不太會點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還算滿健康的 我一直都是比較偏向 如果大家想要來舞牌的話 其實都會來著不去 就是如果大家能一起開心的話 是最好啦 因為我比較 我現在的實況方式比較偏向 不會是這麼一定要往高處去爬 就是因為我曾經也上過福能戰魂了 應該說不太會去極力的徵求這一件事情 現在就是開實況開心比較好 然後多多做效果給大家看 然後是讓大家看得舒服一點 之前有稍微做了一下 不管是日本ZETA的影片也好 或者是Zentown的也好 就是有嘗試過做過這些東西 但時間成本一樣 就是可能跟前面的教學是差不多的概念 就是時間成本要花稍微多一點 但一樣現在的環境裡面 我認為是可以開始來再重複做這件事情 因為蠻多的套路是蠻新的 就像最近的哈伯海納體系啊 或者是現在Paperace在液晶空島帶的雙煙 哈伯 Viper這種體系 我覺得也是可以拿出來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就是真的在現在的賽斯Meta裡面是蠻多變的 我們之前有稍微聊過 就是像有一部藍色松鼠 他就剪的影片是主播賽平的這種吃螺絲的畫面 就是會來不及去敘述戰場的時候會扒嘴之類的 這種東西我們那時候稍微是有想過要來做了 但我們自己這一群人比較偏向都不太是從事攝影行業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露出一個很好的片段給大家 但當然如果真的大家這麼期待想要看 就是不管是主播賽平也好 或者是去看這種冠軍賽的Vlog也好 就是會多去做嘗試了 抽獎之前有抽過 讓我最抗拒的一點還是 要不要那個禮物其實花的時間是讓我有點照的 當然啦我覺得辦抽獎一定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之前有抽過像switch之類的這種商品 所以我覺得也是可以稍微再做一些抽獎 然後我看有沒有辦法尋求一些得力幫手去幫我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們一定是辦到底 目前頻道是週一和週四晚上六點上片 大家可以鎖定這兩個時段來等我們的影片 如果真的怕忘記的話也可以開啟小鈴鐺去Follow第一時間的最新消息 職業這部分其實我都算是走馬看滑吧 就是沒有太真的一定要去打職業 我現在可能會覺得就是想辦法先注重在個人的品牌上面 以及左撥賽民這一塊 但當然啦就目前的實力來講 我會認為就是我自己的話可能偏向是 我還要花很大量的時間去認真練習 可能就沒有辦法開台或者去播報 我才有辦法回到那個職業的水準 所以這一部分我其實我還在猶豫 有沒有要回去打職業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現在特戰一好的賽事裡面 越辦越多而且越辦越好 其實是以後還真的蠻有機會的 因為當然這種兩三年後面的事情 其實也不太好說 但短暫的話應該還不會回去職業 好啦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訂閱以及支持 我是Kent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